来源 中国军网作者 蒋龙 邓惠文 与像朴博式的打在雷神突击队员的脸上 带来了阵阵寒意 经历了两天一夜拉链的他们 在疲惫不堪的状态下投入最后敌时兵对抗 被蓝军包围 似乎败局已定 刷 就在蓝军指挥员上报情况时 一个身影如鬼魅般从草丛中闪出 将其控制 在其他蓝军官兵失神的刹那 又有数歌迷彩身影闪出 没过多久 雷神突击队就实现了绝地反击 第一个身影 就是队长史建强 只要有队长在 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提起史建强 桀骜不驯的突击队员们各个竖起大拇指 史建强的威望 不仅源于他过瘾的专业素质 更建立在他处处当先锋打头阵的表率作用上 雷神突击队作为精干 多能 灵活 的空降特种作战力量 担负着引导打击 特种破棋 要点夺控 应急救援 斩首行动等多种任务 根据生理规律 三十多岁的史建强身体素质 已经开始不适应大强度 超负荷训练任务 但作为队长的从未敢有片刻松懈 战术训练 他和新队员一样每天上百次扑倒栽的 身上常常摔得轻一块子一块 胳膊 大腿上的数十个伤痕心伤 压着旧伤 山地 越野 他会到最后面 拽着落伍的队员一起奔跑 不让一人掉队 寒风凛冽的球渡训练 他顾不上河水刺骨的冰冷 率先走入水中 带着队员嗷嗷叫响 雷神突击队教导员张绍斌 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的搭档 一年三百六十五 都是横戈马上行 常年高强度的训练 让使剑墙始终保持着文战则喜的冲劲 今年三月 屡里组织雷神突击队整剑至一伞昼夜间跳伞 夜间一伞跳伞 由于光线不足跳伞员视线受阻 加上一伞滑翔速度快 稍微处理不好 就会造成两伞相差相碰 着陆偏离空降场 未知风险大 按理说 跳伞数百次的他 完全有资格在地面指挥部队跳伞 但受领任务时 他主动向领导要求 我是雷神队长 我跳第一个 在他的带领下 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 圆满完成一伞昼夜间跳伞任务 练就全天后一伞空降渗透硬弓 新队员赵南说 只要队长在前面 刀山火海我都敢跳 一伞滑翔 队长不仅自己练得很 抓训练也特别狠 遇到偷工减料的事 一点就整 队员张明将至今心有余悸 依次屡里组织攀登考核 队员们为了去得好成绩 私下用粗绳取代了锡绳 实践强之刀后 先是让队员们背着麻绳三公里奔袭 等大家细喘续续跑完后 又让队员进行八百米武装障碍 在大家累倒在终点后 他才黑着脸训大家 作战用什么绳子 训练就要用什么绳子 下不为例 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 这是使剑强在训练场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在队里 队员们无论生活还是训练 全部要穿坐战靴 并且携带不得外露 侦察渗透训练 装具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每次战备拉链 碑囊里连一枚针线 一块刀片都不能少 随时做好上战场的准备 队员安浪说 平时多流汗 战时才能少流血 队长是真的为我们好 前不久 雷神突击队参加旅里在高原组织的综合洋链 中途大雨如注 加之高原缺氧 地形复杂 面对一个又一个艰难的客幕 有的队员建议部队绕过规定的山地路线 直接抄捷径的公路 拼搏 下雨就不打仗了吗 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吗 这不是我们雷神 实践强斩钉截铁的说 他领着全队官兵往大山深处扑去 在雨中强行近三十多公里 途中翻过三道悬崖 期间还穿插演练了山地攀登 伏击补服 武装奔袭等十多个客幕 回到宿营区时 实践强身上挂了伤 血水与水混在一起 即使这样 当晚雷神的战斗体能训练也没取消 队员们在雨中训练 的汗沙声 冲破雨雾响彻云霄 部署着陆工作镇定指挥 侦查搜索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